剛剛同學有遇到一個這樣的情形 就是說他用我們的關鍵是SVG 那你按右鍵把它存下來之後 把它存下來 結果也剛好真的是SVG有沒有 那這表示的是向量的 你可以看沒有問題 你看有沒有發現他用什麼 什麼方式看 是不是用網頁的方式看 對不對 可是你沒有辦法編輯他 那你要用什麼向量軟體 向量軟體 目前老實說 免費的這種 有一個 叫做Ink Scale 可是我發現就是穩定度還有相容性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那時候有就是問一下 佑佳 說我們家我就記得 他說裡面專體有這個Adobe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 向量的部分你需要的事實上可以來家過水一下 好來你來這邊 所以我現在打開了 我來把剛剛那個 檔案開起來 我們只是來過水而已 所以以來隨著你不用懂太多 你只要知道檔案怎麼打開就好 打開 有沒有打開的 當然你有需要編輯 找到右手邊 這些就是他裡面的內容 好那我們現在呢 我只是過水就來這邊轉存 有沒有 轉存 那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好像有一個背景 這是臉的 好這樣可以 OK 所以你來這裡把它轉存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一直在用什麼格式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他的透明度留著 那麼 當然如果你有Photoshop你存PSD 我是不反對 另外一個 如果你想要在Office裡面用 Windows裡面標準的限量格式就是這兩個 這個就像我各位在用那個叫做什麼 美工圖庫有沒有 有一些也是可以放大縮小不失真 就是這兩個格式 這樣清楚了 所以 就從這樣稍微過水一下 你就可以拿到別的軟體裡面來用了 好